廣西青年養老院興起,年輕人都去攤席躺平。 廣西南寧、桂林等地近期出現多間青年養老院, 三日兩夜成為299元,吸引不少年輕子女都去體驗一下這些慢生活。 其實這些養老院不是被老人家住的, 而是為了給年輕人有一個可以放鬆心心、遠離煩囂的有閒社交地方。 那為什麼叫養老院呢?其實是想形容年輕人可以在這裡攤席躺平, 暫時擺下工作的壓力,好好放鬆一下自己。 養老院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活動,好像做早操,學插花一樣, 可以讓大家好好享受下慢生活。 專家說,這種青年養老院的出現,一方面滿足了年輕人常慢活, 上社交的需求,另一方面也為旅遊業和民宿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。 不過,專家都提醒大家,這些養老院在發展的過程中, 要小心不要變成一種概念炒作,而是要提供更加有質和有內涵的服務, 才可以長遠地發展下去。 總括來說,這些青年養老院為年輕人提供了一個 和以往的民宿又有些不同的新選擇,但是大家都要理性地看待。 如果真是想放鬆心心,都可以趁住假期有空去體驗一下這種新的另類民宿。 不知大家又有沒有試過入住這些青年養老院呢?299元3日兩夜覺得變呢? 抵不抵?歡迎分享下。 請坐下。